8月3日,广东省珠海市在对珠海通关人员核酸采样检测中,发现两名澳门居民新冠病毒初筛阳性,经市疾控中心及澳门复合阳性。 当天,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发布信息,澳门新增四名确诊病例,其中两例为珠海通报人员,另两例为病例子女。 8月3日20时至4日24时,珠海市开展全员核酸检测。 8月4日,记者在珠海市体育中心门口的核酸检测点看到,附近的居民都在此排队等候检测。 现场还增设了核酸黄码采样点,方便黄码人员在此快速接受检测。 不仅是珠海市,广东省中山市考虑到坦州等镇街毗邻珠海,人员与澳门珠海往来频密。 为及早排除可能存在的风险,中山市8月4日在四个镇街也同样开展大规模核酸筛查。 我们今天来说是6点钟开始了,我们那个广场点,预计来说是今晚的10点结束,设了10个单元。 10个单元来说,总共有10个医务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核心的采集。 据了解,包括陈俊华在内,京斗社区的很多工作人员都通宵工作,确保核酸检测点在4日上午6时能够投入使用。 京斗社区当地的老师、学生和物业管理人员都作为志愿者,在现场提供服务。 他们的工作将持续到当天晚上10时。 另一方面,8月4日临时,珠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, 自4日60起,除保障珠澳两地正常生产生活的跨境货车司机外, 经珠澳口岸出入境人员需持1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。 记者在拱北口岸看到,工作人员逐个检查旅客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。 而出入境大厅,客流量并不大。 由于出入境要求更加严格,很多旅客都带上了更多的行李,减少短期内的往返。 但只要证件和相关证明齐全,旅客通关依旧便捷快速。 提醒一下广大的出入境旅客,现在要通过珠澳口岸出入境的话, 首先是要有效的出入境证件以及有效的签注, 还有保证澳康码、月康码、市绿码, 还有要持有效的12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,方可通关。 据统计,截至4日17点,拱北口岸共有近3万人出入境,整体通关顺畅。 而拱北口岸附近的部分街区则被划分为封控区域, 实行只进不出严禁聚集管理措施。 封控区域内的商铺都已经全部关闭, 只有工作人员在各个街道路口设点提供相应服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